歡迎收看瘦健康廚房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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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紅色歡迎 我們的廟宇大家好 安靡以前的主持 主持人 我們的瘦健康 我出來之後 大家都說意見很好 真的喔 受到觀眾朋友廣大的回應 最主要的 我們把廚房搬到郊外來的 是很特別齁 跟一般的節目不太一樣 是啊 還有我們兩個在山伴 好不好 那是你喔 不是我 沒有啦 我們很厚厚 不是山伴 我們都沒補了喔 不是啦 我講真的 我以前看過洪師傅做料理 不過他都很安靜 不像我這樣 很嚴肅對不對 都是被你帶壞的 你都在旁邊一直影響洪師傅 我感覺這樣好 因為雖然在做菜 要教人健康 要快樂給大家 對啦 其實我們來到郊外 心情就很開朗 真的就是很自然而然 心情就放開 對啊 所以人就變得很開朗 這樣 沒有山伴的 沒有山伴才不會 這樣比較活潑嗎 其實啊 雖然山伴在台灣的 不是那樣的 就是比較外面 是啦 山伴是一個鄉土的那種 那種呼喚 你想到這個 我還真的是親身體驗過 譬如說有一個人幫我怎麼樣 然後我跟他講說謝謝 他就說山伴 山伴啊 不要這樣 你為什麼要罵我 後來才解釋是台灣的那種 比較鄉土的親切的感覺 是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正經來做料理了 好 怎麼知道今天我們的菜名 那個叫做三杯豆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食材是什麼 花椰菜 豆腐 金針筍 雪山塔 碗豆 香菇 栗子 紅蘿蔔 還有我們的 當粿 春香 春香 還有我們的爆香的薑片 麻油薑片 麻油薑片 好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的 洪師傅開始料理喔 洪師傅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你的料理裡面有中藥了耶 其實喔 我們的蔬西在裡面 用中藥的料理 很多 真的 就是說我們 我們家在農業當中 有這麼怕比較不容易 所以就比較不容易 其實我們都用太多了 對 所以今天這個三杯 這個火豆腐 你看 像這個 這個在裡面你看 你看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煉很久 它這裡大大 大大煉出味 有麻油的這個薑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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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來 趕快 趕快 老闆一下 老闆一下 我從豆腐先來切 你們老師幫我切一下 好不好 五分說好做 沒問題 好 這個豆腐 可以切成三等分 三等分 再來 七 兩 三 四 五 這樣就好 阿公喔 我這裡要再說一下 是 中藥喔 很多人都 五歲 你中藥要洗 要洗 對啊 對對對 因為這個中藥有時候 怕黑成了什麼 有一些 乾淨的東西 卡住 洗一下 它味道也不會跑掉 而且都在乾淨 對不對 都在安心 好 這個喔 這是油溫代用 代用 大概180 大概200度 哦 油溫度要不夠 對 因為這樣擠起來 豆腐過 比較鬆 比較好吃 那外面不用冷 裡面就好 對 外面鬆 外脆內冷 對 外酥內冷 外酥 對 你一句說就不用話了嗎 沒關係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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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很好 要把料理給你 對啦 我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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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老闆老闆 我說 如果一早我們刺激 會怎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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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把那個嚼 你看 欸 請啦 師傅擠的就不一樣 因為我沒有像 哈哈哈哈 我現在要抓得很快 因為 魚肉身材材啊 我剛才不怕 哈哈 哈哈 你看 水 水變成 這兩個人看 外小的 看小的 你看 哇 漂亮耶 漂亮喔 對啊 這樣就外皮 鬆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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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再來夾雞 這個 沾下去 這邊拿下去 好 這個外菜外面有沒有 外菜不用 不用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現在就滾起來 好 把它撈起來了 不要太久 對 下去 滾起來 水Q 這樣滾起來 好 再來 這個 這個 喔 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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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油香油 再來 辣魚 辣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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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到這裡 我們這樣出事了 哈哈 這樣出事了 就好 OK 好 這樣 我們現在來 蘿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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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說好就好了 OK 好 OK 再來 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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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薑蘿蔔 你都滾起來了 要一點糖 對 不要浪費 你要用這個 我要用水 好 好 再來 好 謝謝 這樣 這樣 好 這個菜稍微要加分一下 要加分一下 要加分一下 好 現在我們別煮的 這個砂鍋可以補味補味嗎 補味 補味 補味你聽我嗎 稍微烤一下 就把鍋烤一下 下次用烤就這樣 好 好 好 現在這樣 等一下味道都出來了 對 所以 要加分一下 這樣 你有品的什麼味嗎 有沒有聞到味道 麻油味 我聞到麻油味 整不齊了 整不齊了 來 趕快散過 整不齊了 來喔 觀眾朋友 來喔 請評價 讚 其實我跟你說 因為一般的三杯豆腐 我都沒有放在中油 他加在中油的口 口感都完全不一樣 朋友啊 如果要吃一下 快點 回去自己做 下中油 吃看看 謝謝 飛豆腐